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六轮赛事 今天的词题是 道家思想比渔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事应世 及月方渔家思想比渔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事应世 由正方天主教崇碧英文书院对月方加密派议中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见缘 首先是正方主编方元同学 第一副编潘乐阴同学 第二副编刘家庆同学 主席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那边收音装置出现了一些问题 可能我们现在就听不到了 可以给我们一些时间处理收音装置的问题 可以可以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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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副辨 吴建准同学 结辨 欧阳荣天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首先是国际发展学者级前辩 明辩无限辩元李俊文先生 接着是家乐萨斯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马慧健先生 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中文辩论队员老中环先生 本场比赛分为主变台商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变共六个环节 台商变远发言时间为四三三四 每位台商变远发言时间 结束前三十秒会有一丁提示 也就是丁 同时我只会举起一这个手指去代表 时间高会有两丁提示 也就是丁丁 价时也会举起二这个手指 过时十五秒 会有三丁提示 也就是丁丁丁 价时也会举起三只手指去提示 价时本人将打断变远发言 并提醒评判求分 双方变远是有责任去留意主席 去举手指去示意的 因为有时候你们发言的时候 是会有答声的情况出现 也都不接受 去到比赛之后才再说 听不清楚丁丁这一件事的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了 给双方的学校 先问双方主片对于赛规 有没有任何问题呢? 如果没有的话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正方主片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审求示意 示范示范 好听得清楚的 可以 订 各位大家好 儒家和道家在讲自小和为人之道 因此不妨从一条问题入手 理解良者的分别 什么是人 儒家思想下人的特别之处是在于有道德 每一个人都有仁义、礼、自信 或儒家十分之注重、礼、自信 利用不同的规条 抗补人的一句一当 不合格道德 更加提出以命分立 即使面对不能控制的命 都要尽全地坚持道德 彰显如家眼中的人性 相反道家思想下 人并不像儒家思想那样可以用一句概括 你没有人归答 而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但同时道家都能解答到个人是十多 可以提出无为的概念 所谓无为 所谓指出无为就是自己的人 不应该执着于定义自我 否则会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压杀自己不同发展的变向 虽然道家之所以不解答 正正就是因为他觉得人各有不同 因此不会规范自我 而确保自我无为 而应无限的可能性 按照自己的本性 而展现各自的独特 但单纯讨论两种思想的分别 并不足够 更加需要靠近变体的核心 而今香港青少年 按照世界运生组织的定义 青少年是指十至十九岁的群体 即高小至大学的学生 他们的成长路途上 无论是个人发展出路 凝团社会状况都对他们产生影响 香港青年田会第一年公布 中学生情绪压力状况调查 发现一半的学生 都因为贺跌而产生偏高的压力 中大研究群队 都有就与社会厌况去中学生左问 发现超过一半以上的守广者 出现焦虑症状 团队竟敢指出社会冲突 对青少年精神困扰变得厌重 因此青少年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而在两边是比较在于 杜家和渝家何者的因人究竟 对现今香港青少年身处的困难 对应他们的需要 以指引他们脱离极境 我方诞成格方便提 如一有二 一 杜家提倡保存自我 超凡确做 杜家思想下 认为人应该无谓 先要无谓就要先自我 不应该执着于定义自我 不正无我 不应该执着于定义自我 否则就会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压杀个人不同发展面向 由此可以知道 杜家思想鼓励青少年以自己为先 跟随内心所想 发展自我 相反渝家思想但失之初就是一系列的对同错 例如实行人意道德是对 不能不孝无礼是错 却谷议中限制了青少年的选择 以今年的移民潮作例 青少年的去留都有很多因素影响 渝家思想下青少年的选择 会被绑上渝家的对同错 例如离开香港就是背弃社会 抛弃相亲 不孝的体验 违反道德 保护家去思考何者 谁选择对青少年自身认为理想 变相要他们因为外的限制而流港 相反道德认为凡是没有对错 因此面对抉择应以自己为先 容许青少年作个人的选择 按照自己内心去决定 比较之下 道德思想容许更多元的可能性 他身处青春期 达多首次面对选择的青少年来讲 更加合适 而道德主将因时制议 但坦然接受 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道家提出坦然接受 不强求 既留之不安之 相反 袁家虽然有着疑命分立的概念 让人在自己可掌控的范围内努力达意 但雪村也都是强迫我们去刮到某一种高尚的愿景 而现今青少年面对着很大的决定 前途等的压力 今年5月 却同志杀案创三年以来的新高 再加上19年的社会运动 青少年面对着蜂蕴以来的压力和暴力感 面对着这些青少年的确无力应对的情况 他理应以道家思想 但面对手 会暂时放下 留得青山寨 甚至放弃 如果坚持致命分立 认为生命的唯一价值 就是要尽力运向某种目标 达意之后痛苦 多谢各位 答方主辩发言无超时 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主辩 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请看镜头点头示意 试咪试咪试咪 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试咪试咪试咪 听得清楚 大家好 愚家和道家都是中国的传统核心价值 愚家着重入世进取 道家注重潜忍退守 两者都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 亦互有长短 故事今天要讨论哪一套思想 更加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事应世 我们需要了解 现时香港的社会和世界的格局 过去香港以及全球面对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全球化家劇 社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清协2020年发表的《未来技能迎接挑战》报告指出 青少年需要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能够学习当时出现的新技能和知识 应付转变 面对各种不确定性 青少年更需要有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而在全球一体化下 青少年需要和不同地域和文化的人合作 因此人制技巧相当重要 故此 今天要衡量变体 就要考虑两派的思想 哪一套更能够装备青少年 面对现今社会和世界的格局 我方认为瑜伽思想更加适合 原因有二 第一,装备知识,贡献社会 瑜伽重视知识的追求 劝导学生要好学并持之以行 这种提倡终身学习的思想 对现今香港青年的我们相当重要 孔子曾经说过,消而不学掌无能也 指出年轻的时候就要认真学习 长大才有本事贡献社会 孔子自己更加不断学习 以至他的学问道德能够久日生、日日生、游日生 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 能够等青年学习当时出现的新知识 适应各种的转变 反观道家思想,强调人要弃智 老子清楚自出,智慧出,有大毅 意思就是当有聪明智巧,就会有虚异狡诈 道家认为,知识本身会引起欲望 根本不鼓励人追求知识 上任有方抱持这一派思想 去应对这个知识型的社会 香港青少年又是否能够一切都随遇而安 就可以安身立命呢? 有方今天跟我们说道家可以有助青年定义自我 但如家是否真的不能这样做呢? 人家不但注重知识的追求 更加着重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贡献社会 有助我们一帮青年确立人生的目标 孔子提出人人有贵于己者 意思就是人人都有使命 我们理当发展潜能,为人群服务 面对着今时今日的社会问题 我们青少年要做的,不应该像道吉 道家主张的存心被禍 而是应该积极装备,实践理想 社会才会有进步 第二,理解他人关外世界 人工智能的出现意味着 也就是拥有同理心 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等 无法被取代的社交技巧尤其重要 如家强调的人正正在发展这种同理心 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密施于人 都是要人将心比己,切身处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感受 此外如家着重人制关系,指出君子和而不同 注重包容协调,但却不是盲目服从 这样对生活在全球化下的我们尤其重要 如家更加一步提出要扩充人爱之心 造福天地天下苍生,让社会可以持续发展 论语就曾经提到,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 意思就是指要亲爱自己的亲人,人口地对待一般人 并且推荐福爱护天地的万物 相反,道家着重的是个人的心灵自由,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 主张排除外界事物的干扰,追求心灵的清澈宁静 如何多人接物,如何与他人相处 根本就不是道家的关心范畴 最后想问友方,友方说到道家是不会理对错 让青少年可以按着自身的决定作决定 那么青少年是否可以随乱犯法都可以呢? 另外,香港青少年一直逃避现实 又如何促进自身的发展呢?多谢各位 越方主便发现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翻问篮节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语 向反方主便提问,翻问时间为一分钟 之后反方主便会有一分钟准备 然后有一分钟回答时间 提问和准备一样 在限时到达前15秒会有一丁提示 到时候都会举起两只手指 并且丁丁 接着就会轮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 沿向正方主便提问 现在先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现在又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上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CYCY 请我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不清楚的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还有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科口中所在青少年 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 所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青少年的定义应该是10至19岁 所以有方应该要用这个定义 来做的数据来论证便提 今天主编都说过 今年5月的学童自杀案例 创三年来的新高 虽然青少年的压力 但是可谓无一欠面 现在青少年连累着很多 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他们解决得到 也不会 并没有必要选择适杀 而这些问题可以在学业 可以在社会运动等等 所以当面对着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 到底是 儒家提倡的继续尽力解决 继续深陷其中 还是道家的方式 不释怨更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呢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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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反方主便回答,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是否聽得清楚? 主席是聽得清楚的。 可以。 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謝友方和我的提問。 首先,友方和我問我們關於青少年的定義,其實我方都贊同友方和我的定義。 接下來,友方和我問我們,有沒有一些現時關於青少年的數據? 我主編的時候已經跟你說了,在青協所發表的《未來技能迎接挑戰》報告中指出了, 青少年需要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要有發展的方向和目標,以及要有人際的技巧。 我看到瑜伽就有在這些方面進行發展。究竟道家又有沒有呢?我還未見到。 第三,就是友方和我問到關於一些自殺的案件。究竟友方和我有沒有數據去論證這些是瑜伽所引致的後果呢? 友方和我說支持道家,道家又怎樣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呢? 友方又請友方論證。 最後,友方和我們說是否要做。 叮叮,回答時間結束。 跟著輪到反方提問,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緣發問。 你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客的頭示意。 是嗎?是嗎?是嗎? 其實聽得清楚的。 是,可以。 是。 大家好,今天論證面題。 友方不能夠自己哭口號,必須回歸現實。 在現實情況之下,你的道家如何處理? 例如友方今天舉了一些例子,說壓力問題。 很多學童有學業壓力的問題。 我想問你,道家在現實社會上如何確實地解決這些學業壓力的問題呢? 友方今天跟我們說,要因時制宜,要接受,要保存戰我。 舉個例子,我現在讀書讀得差,我不喜歡讀書, 我不是應該要保存戰我? 我不要給我這麼大的壓力,我還給我自己的身體。 我慢慢地,不要給你太多心機去讀。 慢慢輕鬆地讀就是友方想說的保存自覺, 也就是友方解決學業壓力。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最後考得更差,我不是更大的壓力嗎? 我考得更差的時候,為什麼不是對青事人更大的壓力呢? 多謝各位。 甲方主編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開始提示。 我留下了凡點煙是兩人的分別ений。 我留下了一集,要 trochę最重的。 我A,你熾得越過幾號碼。 我每天在用離過關於為義母神祖好, 我已經在小壇中開的行動。 我希望你也 наг失向避真打奮。 我應該是否更加遮恐遍的? 我去了。 我真的想講到外面。 感谢观看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甲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示范 示范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主席听得清不清楚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想多谢有科学院发问 请问有科学院的世界 如果读书读得好 学生就会开心 因为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所以有科学院受到这个原家思想的影响 成为了这个香港教育制度下的奴隶 现在和我讲道家思想之下 就算你读书读得不好 你不需要去强迫自己 一定要读书读得好 做一个致命分纳 还有其他方向的 那些被原家思想逼得有焦虑症 激昏的学生 他们难道就没有自己的专长吗 他们如果去发展自己的专长的话 那会不会有更加好的可能 就会落到现在病了有焦虑症的可能呢 所以有科现在就看到在异命分纳和道家思想之下 坚持发展自己的专长之下 究竟何者更加好 有科学院没有解答到 所以现在看到道家思想 可以有些学生发展到自己的专长 以后不需要再说到什么的骨症 焦虑症 现在会发展到自己的专长 反而可以发掘到自己更加多的可能 为什么不能更加好呢 有科学院解释对各位 台商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请甲方第一副电发现 有三分钟的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师妹师妹请问听不清楚 请听得清楚 可以 订 各位打抱讨论双面提示和标准入手 我方前面提到青少年面对着个人成长 以及社会状况所带来的均高 有方都不反对 但有方说跟随于家思想就会有道德 就可以终身学习 就可以关爱世界 我方从来都不反对道德很重要 但是更加不反对于家 能够传递正确的道德规范 但有方觉得现在青少年没有道德呢 显然不是 所以今青少年一早已经明白 做到于家受访经的道德 为什么还要等守于家思想呢 反正有方解释清楚 因此踏入人生的新阶段 青少年面应该要继续学习如何 按照规条思考 为什么重要的是去认识自己 去了解自己的内心 同时也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去面对新事物 但是他觉得这些态度终终有问题 就源自于有方对于家有点理解 甚至乎有方的眼睛很狹窄 他觉得现在青少年的处势 青少年的困局 就是在学习方面 就是在人制关系方面 用一些读好书 或者他懂得同理生就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 就可以令他们学习的资料降低 显然过于肤浅 因此我们要从青少年的处境去入手 去解决他们现在面对问题 所以有方在第一个论点 跟我们说 现在可以令青少年中心学习 但是孔子跟我们说 做学物要第一以度为指向 第二就是以德为本 所以原来他在学习的时候 他在跟随着现在的人意理智信去学习的时候 只要问他学到什么 他就算学来学去 也在学着道德 也在学着现在所说的规范的时候 为什么他可以去解决到现在的处势困难呢? 所以今天他在学着这些人意理智信的时候 根本上将显不到你所说的自我家庭 根本他达成不到他自己的使命 所以第二 有跟他说 我跟随国家就可以去理解他人 可以去理解他人有同理心 但是今天青少年的困局 就在于他有繁重的学业 和各种的社会因素 试问我几所不如学习 试问我有同理心的时候 怎么可以释除我的压力呢? 所以今天我继续读习 我就会继续有更加多的压力 反问有可真是在后庭解释清楚 为什么我有同理心就可以解决到我这些压力呢? 所以最后回归面题的核心 就是香港青少年 海上发问问过你了 问过你很多了 所以有关都答不了 因为有所知道 如果你不断限制那些青少年 只要压杀他们的可能性 而道家思想正确就是针对着这点 为世人寻找出路 现今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多 要他们达到社会的标准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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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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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到最適合的自己的道路都是目的位置 隔方第一副辯發言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月方第一副辯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聽得清楚嗎? 其實聽得清楚的 可以 聽 大家好,來到一副的位置 不難發現有方不論是對道家還是儒家都有很多誤解 我們不妨由道家的無遺開始講起 今天有方就說無遺都可以發展技能有很多可能性 但想問有方理據何在呢? 究竟無遺是否真的好像你說到可以發展很多可能性 說到這麼美好呢? 莊子在《袍丁解謠》中指出 原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存身、養親、盡年 表示人要信服、自然 面對所有的世事都要平和接受 不要爭、不要搶才能夠存養精神、盡享天年 所以無遺在說的是什麼呢? 不是就像你說的,不斷在找其他技能去發展 而是不要爭、不要搶、什麼都不去做 想問你說的發展技能、發展一些可能性 說得這麼好聽又如何做到呢? 有方今天連道家都說得不清楚了 之後我們不妨由兩個方面去探討一下今天的辯題 第一,青少年方面 有方就說我們不應該限制青少年 應該要放棄人意禮智信等等 甚至主編跟我們說 瑜伽所說的筆仁是錯的 是有方所反對的 他認為筆仁不是錯的 要問有方是否想整個社會沒有了秩序 是否想青少年做任何不道德的事都可以呢? 既然有方都知道社會混亂 為何要令社會再混亂一些 而不是像瑜伽那樣教育青少年 令他們裝備自己再貢獻社會 不是對青少年和社會都更好嗎? 反正有方解釋清楚了 之後今天有方很喜歡跟我們說 瑜伽令青少年深恨其中 很大壓力、有焦慮症 但是瑜伽所說的是沒有叫你 沒有說過今天有方是曲解了瑜伽的思想 瑜伽的思想所強調的是積極進取 而不是過度地逼到自己有焦慮症 孟子寫的樂意天下、憂意天下 是希望青少年人學完之後 可以在社會中有所作為關心不同階層的人 是深空廣闊的體驗 難道有方認為青少年人有上進心 學成之後服務社會都有錯嗎? 道家思想中青少年人的上進心有哪體驗呢? 況且有競爭才有進步 我們今天說的是什麼呢? 有方不斷擔心有惡性競爭 擔心他們會過分焦慮逼自己 但是其實是忽略了瑜伽中的忠容之道 所謂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齊天下 有能力的人就幫助他人貢獻社會 沒有能力的人也不必要跟別人競爭 所以我們今天說的是什麼呢? 叫你讀書是沒有叫你做能力範圍以外的事 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有方所說的過度讀書搞到焦慮症 根本是違反瑜伽所說的忠容之道 瑜伽又怎會鼓吹呢? 好了,在社會方面 道家就能夠多元價值 有方說瑜伽就不多元價值 但是其實中庸講到是什麼呢? 瑜伽的中庸講到 萬物並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違背 說的意思是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依然能夠和睦共處 彼此包容和尊重 正正是禍而不同 又怎會好像有方講到不讓他們移民呢? 但這根本就不是瑜伽所鼓吹的東西 多謝各位 月方第一負面發言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隔方第二負面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客鏡頭示意 請問聽得清楚嗎? 主席聽得清楚的 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康很執著跟我們說 我康的定義出錯 但不是 今天定義出錯的 常來都是有康來自己 有康說我康的定義沒有資料去阻證 但不是 因為那句話正正就是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跟我們說 有康你是不是給這個教授 這個講才更加權威呢? 這個是有康你幾次要良靜化 所以來到有康定義出錯的位置是甚麼呢? 第一就是瑜伽 他跟我們說瑜伽一定是入世進取 但不是 因為道家你同樣都可以入世 漢朝全部都崇尚道家 漢武帝都是道家 都是道家的支持 他是不是又沒有入世呢? 是不是租民國? 但是這樣都不叫入世呢? 這個是有康你要解釋清楚 第二就是有康說道家是主張前隱 不是錯 道家從來沒有主張過前隱 排除外界 同樣的問題 漢武帝做皇帝 他是不是又是前隱呢? 這個有康自己也要解釋清楚 所以今天有康最錯的地方 就是他從來都只是抽取 瑜伽一小部分跟我們論證 但他從來都沒有抽取核心 他只是跟我們說 他可以教得我們幾所不欲物施於人 但有康不是不行嗎? 有康都沒有論證過的 還有今天我康已經問過你了 你做到幾所不欲物施於人 他們現在很大壓力 幫到什麼呢? 所以在急切性方面 迫切性方面 那些年輕人已經是要焦慮到他跳樓的時候 你這個迫切性 我方已經贏了 所以再看 但是右方在一個錯證之下 他有什麼錯的論點 第一就是他跟我們說 如家思想可以主張到終身學習 但是就跟我們說道家思想 就跟我們主張說不學習 但錯了 因為今天道家思想在古代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會說那些如家思想 就是叫那些人不要去學習呢? 他只是叫那些人不要去學習 如家思想的禮 因為他覺得禮就是有為止 而不是叫人什麼都不要學 這樣就是最好 所以說回學習的問題 今天我方已經久之以跟你說 那些人已經壓力超級大的時候 你依然還叫他們要不斷不斷讀書 就是那些有焦慮職的人 聽到你那句笑容不學 掌無能也 就是都想馬上跳樓 所以說到底 如家思想就是提倡 是優則學 學不優則是 就是學習完之後就要去工作 工作完之後就要再去學習 所以他根本上就已經 是鋪了一條路給你的時候 有何來青少年可以有多元的選擇 多元的法典 所以今天有方是否覺得 青少年是否就像那些虎花虎媽一樣 鋪了一條路給那些青少年 他們就跟著走 那就是最好 這些傀儡式的教育 是否就是對青少年來說他們的法典 就是最好呢? 是 所以第二就是有方跟我們說 你道家就是循心所欲 你道家是否就 主便就問我們 你道家的人是否可以隨便犯法 不是 因為今天有方對道家有理解 因為正正就是道家的提倡無謂 就是他做事越然做作不刻意 否則就會敏極 反對會造成不自然 有違度 所以老子都叫人要壓制欲望 不能讓某種欲望充分頭腦 正正就是做到我方所說的開放可能性 不讓自己成為欲望的陋燈 所以 也跟我們說是不可以放蕩 所以這些是老子、莊子的思想 有方他們都相信道家 但你是不是覺得老子、莊子無可不作呢 多謝各位 月方第二副片發言 無消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月方第二副片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的特事醫 試米試米 小隻聽得清楚的 是可以 不好意思,我想問那個網絡是不是有一點問題 嚇死我 哎呀,我真的要挖斷了,不是,對面學校還有更多主席 主席請問是否有什麼問題,主席,我是加入培育中學的辯論隊教練 請問是否清楚 現在聽到了 是否聽到我的聲音,看不到 看不到畫面 看不到畫面 好,請稍等,不好意思 剛剛應該有一點技術上的問題 好,現在就是月方的第二副片,準備好請向我點頭示意 不好意思 師妹,師妹,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 是,可以 聽 大家好,逐點看我方的兩個論點 第一個論點的方法是保存自我 這裡均有兩個概念是混淆了的 第一個混淆 今天如今說的追求普世價值不等於規範自己 什麼意思呢 如今跟我們說要追求仁義禮的自信 但是是否就等於規範自己呢 今天如今跟我們說我們孝順父母要關愛別人 關愛世人 如何規範自己 如何發展不到 如何我自己會被人規範 這是第一個混淆 第二個混淆 如今說的貢獻社會並不等於扼殺專長 今天整場很強調 我們要多元發展 剛剛如今都說的是拖元發展 如今從來都不是說我們全部人都要成為同一個模樣 全部人都要做律師 全部人都要做醫生 如今同樣講求不同人有不同的專長 你喜歡畫畫 你可以去畫畫 你喜歡做音樂 你一定都可以做音樂 這就是孔哲港的恩財施價 如今從來都沒有強求我們成為同一個模樣 就是要我們仲獻社會要盡力而為 貢獻這個世界 這裏是兩個混淆 最重要的是有方第二的論點 有方第二的論點跟我們說 因時制而要接手 有方今天整場講很多壓力的問題 有方的論證是推到極致來論證的 有方說有一半的學生自殺死於學業壓力 但有方都聽到 我們儘管由有方來的極致去看看如何處理 如今從來都不是說我們要強求最到最盡 如今同樣講的是當我們只是盡力而為 但當去到一個點不行的時候 儘家都叫我們不是說要強求的 這個正正就是儘家講的忠容之道 在講的權變 儘家同樣主張是不會固執幾件 對於不同的事情 時空要有不同的靈活處理 所以有方按你的邏輯 如今講的讀書讀的壓力很大 儘家講的同樣講是說 你要盡力而為 但你真的不行也不能強求 所以儘家同樣不是由方想得這樣 並不是那麼極致的 但是道家是怎樣呢? 道家是連第一步都沒有 儘方今天推到極致的量 但道家是連第一步都沒有 道家今天跟我們說的是什麼呢? 無辱無求 儘方呢 道家看待世界是連第一步都不做 道家反對知識 覺得追求知識是保存不到自我 道家反對任何一切的欲望真名 儘方 道家連第一步都做 第一步都答不到 這個是儘方兩個不同的問題 最後我們要問的就是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怎樣的未來 清晰完選擇哪一套處事價值 從來都不影響著現在 更是影響著我們想建立一個怎樣的未來 在這個未來世界裏面 需要看看怎樣的動力 而這個世界一定不會完美 困難都依然會存在 但我們應該選擇一個怎樣的價值觀去面對 道家今天面對困難跟我們說的是什麼呢? 有方說的是要退隱出世 道家跟我們說的是要保存自我 或是躺平 但先不論在今天一個高度發展全球化的社會之下是否可行 你壓制欲望 不追求善惡 不追求進步 不追求知識 大家回歸自己 無欲無求 一個發展停滯文明停止進步的世界 是不是我們想見到的未來世界呢? 這樣一個未來我覺得相當可悲 相反 現在說的是什麼呢? 面對不如意 更加要積極自己 有方說的 香港好混亂 世界天仗白空 現在說的是更加要擇善固質 裝備自己 貢獻社會 而不像道家這樣發言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世界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未來 謝謝各位 月方第二負面發言 無遲遲無需求婚 接著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請正方派出了位台下 辯圓發問 請辯圓開啟鏡頭和示麥克 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在發言完結前15秒 會有一丁提示 即是丁 但只會舉起一隻手指去表示 而在發言時間完畢的時候 也會有兩丁提示 也就是丁丁 介紹也會舉起兩隻手指示意 請隔方同學開啟鏡頭 請隔方同學開啟鏡頭 除了道家不鼓勵清算聯學知識和人際關係 但莊子在情緒量裏面自己都說 大之閒閒小之間間 是否高的人才有高氣度 又為何不鼓勵人讀書呢 無謂的概念也叫我們放棄自我側面 背後追求的是社會間人人平等 又如何沒有處理人際關係呢 因此今天有方只是副大道家思想 在討論瑜伽思想 都不敢說三從四得這些瑜伽核心的道德思想 有方常說以終身學習 但原來瑜伽講的學習目標是成為一個君子 做一個好人 因此他提倡的終身學習 也就是在講學習瑜伽所推崇的道德觀 並不必定等於有方講的新事物 因此想問有方和性戀移民這些新事物 因此思想的後遇有衝突的時候 您接受並不接受呢 謝謝各位 岳方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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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观看 可以 大家好,首先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有方跟我們說道家都讀書的 但我們主編已經說了,老子說什麼呢? 自衛出有大矮 意思就是當有聰明智巧,就會有虛偽狡窄 道家認為知識本身會引起人家更大的慾望 所以不鼓勵人追求知識,甚至是絕性棄致 想問有方怎麼像你這樣說,他們是追求知識的呢? 中大哲學系榮優教授奴恩光也說 道家精神不能夠成就知識,有方又如何解釋呢? 之後有方就說,儒家其實只是學儒家思想 只是叫人學習是學什麼呢?是學儒家的學說 是不學新事物的 但我方義父也跟你說了,究竟兩者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不可以做一個有人以禮自信的人 以及有學新技能的人呢? 其實儒家提倡的是什麼呢?格物自知 就是鼓勵人研究新的事物而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 並不是只學儒家思考 對他們當代處事也有著重大的幫助 道家又如何做到呢? 反正儒方很掌握的問題 多謝各位 現在請月方派出一位台下電源發問 請電源開啟鏡頭並試咪 試咪,試咪,試咪,請問 聽得清楚的,但凡請同學的鏡頭可以向下移一點點 要看到一隻手,對嗎? 或者你會不會拿那張電源開啟鏡頭 可能退後一點點 請大家發現的時候,雙手都盡量在鏡頭裏面 準備好,請看我試意 可以可以,你準備好,請看我試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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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從而貢獻社會,使社會進步 按照友方,更從道家,青少年吳相進 為了不要損害精神,秉持盧德青山寨的觀念 遇到難題即放棄 這樣如何貢獻社會,令社會進步呢? 或者友方認為香港社會根本就不需要進步呢? 多謝各位 選擇 謝謝 歡迎 為何 ось 白 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請停,時間結束,現在請客方排出位台上瞭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回答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試, 請問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的 可以 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謝有方的提問, 多謝他都承認讀書壓力的確真的很大, 所以他就跟我們說,是的, 儒家史上都可以提倡中庸之道,但問題是同樣地, 在儒家史上都提倡二名分立, 就是要盡力追求一些東西, 你讀書只要盡力去讀, 所以他跟讀書壓力相乎相乘, 甚至剛才也說過,學而優則事事而優則學, 你學習完之後就去做事,追完事之後就去學習, 所以這麼大壓力如何解決的時候, 儒方是沒有一個方案可以解決得到, 他就跟我們說有中庸之道, 但這個中庸之道, 原來都跟原家思想裡面的文句是有些自相反同, 所以儒方這個是你要解釋一下, 所以第二,儒方就是跟我們說, 不是的,有競爭才有進步, 但今天問題就是, 道家剛才上一條台上, 台下都已經跟他講過了, 道家沒有不給你學習, 所以儒方你的學習問題已經解決了, 再來看你的人際關係, 回答時間結束, 多謝,多謝,多謝, 現在請甲方派出一位台下電源發問, 請電源開啟鏡頭並示麥, 示麥,示麥,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是,聽得清楚的, 但鏡頭也可能要稍微向下一點點, 謝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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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各位大家好, 面對清少年的種種壓力, 有方都說儒家思想教人, 道德教人人際關係, 所以更加適合, 但第一條台下都已經跟你說, 這些思想, 道家思想都有所涉獵, 聽得到後場, 有方都去立場, 面對儒家思想各種質疑, 有方都不反對這些問題的確存在, 是否很可惜地說可以中庸之道, 不需要太積極,太入勢, 但清少年怎麼做到, 完全沒有說明顯抽空現況, 而中庸之道其實都是在說, 人任何時候都應該達意, 背後對人追求的限制從來沒有變過, 因此更加問有方, 中庸主義不斷提到的社會問題, 疑問問題上, 清少年怎麼具體地以中庸之道去實踐異命分立, 反正有方交代清楚, 否則只是在此指上談兵, 謝謝各位 多方現了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開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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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1分钟的回答时间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1分钟的前章也没有解释过你所说的同理心如何解决 所以先不说如何处置 因为原来我们道家的上线药水都可以同样做到共产社会的功效 所以上线药水说到这人像水一样要祝福天下 祝福人群 祝福百姓 所以这个道家同样可以做到你所说的共产社会 甚至乎一方说到道家都可以很多元 只不过现在同样都可以做到 但是因为原来你变来变去和他们学习的东西 都是学到现在的思想 因为原来我被人家暴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突然之间变不孝呢 不可以 因为现在的思想都是一路教你 从小就教你一路去孝顺父母 去听父母怎么说 所以因为你所说的变才呢 都只是一路跟着那套规范去讀 你从来都说不到变变去变 变变去变变 大席的各位 回答时间 快下百万环节节促 现在是结变准备时间 但双方设计有一分钟作准备开始计算 开始计算 变变 是 是 是 其中文字 是 -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近月方结变, 作结, 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 叮叮, 大家好, 今天要衡量度家思想, 还是愚家思想, 或者是愚家思想, 我们必须知道今天变提对应的环境, 哪一个能够对应我们身处的社会以及世界格局, 哪一个就更加适合。 有方的问题在于, 第一, 没有应对现今社会和世界的发展, 空谈阔论。 第二, 错误理解愚家思想的精神价值, 论证操作。 第三, 未能认清度家思想的限制, 结论出错, 现在归纳有方的问题如下。 第一, 愚家思想不只是说道德, 有方说愚家思想只是关心学问道德, 完全不理清智联的自身发展。 但我想问, 第一, 首先有方今天说道家思想, 凡事无为, 又和发展自我有什么关系呢? 孔子固然关心清智联在德恨上的情想和追求知识, 但同样也鼓励他能够发展自我。 今天说恩财师教说的是, 每个人都可以发展不同的专长, 完全没有规限过他们发展自我发展专长。 两者都重视彼此, 完全没有排他性。 今天愚家教导人有真诚无私人关爱, 又为什么会被有方说成是自我定型和限制自我呢? 今天难道做人有原则底线, 有仁义道德都会有问题吗? 愚家思想从头到尾都是由人性自然的需要出发, 既满足自己又满足他人。 有方所说的道家又怎样做到呢? 道家思想怎样令清智联今天学习和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相处呢? 有方说, 愚家思想会令人放弃专长, 然后有很多人自杀。 其实我想问, 今天有方和我们可不可以论证一下 今天你所说的自杀案里面有多少人是用了愚家思想呢? 究竟有多少人是因为用了愚家思想而导致自杀呢? 今天愚家的目标太高, 令清智联压压力太大, 但其实愚家思想从来都没有要求我们只是追求读书知识, 只是给很大的压力, 只不过是要求我们做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 而不是一个有样板的人。 为什么今天做一个贡献的人, 做一个好人, 学习关里面都有问题呢? 今天对每个人都有同理心,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一同建构一个安居乐业的世界, 为什么不是我们现今社会发展的走向呢? 为什么它有志向有理想, 会在有方后会中变得一文不值呢? 看看有方,有方就自命称高, 由开篇就跟我说可以超凡脱续, 但其实说真的, 根本就是逃避责任。 今天有方所说的各种自杀案例, 根本就是把这件事推到极致, 把学生的压力推到极致才拿出来说, 但我们今天看回道家, 道家是连一步都不做, 追求知识都不追求, 完全都说不出他们两者的关系, 其实说白点, 今天有方同学完全是躺平主义, 什么都不追求, 无欲无求的, 完全不贡献社会。 论语记在子劳一次出行, 遇到一位仰士, 那个人对现世不满就退饮避世了。 子劳指出, 社会做事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如今很强调服务精神, 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当时对社会最尽责的途径就是做官, 才可以令到百姓安居乐业。 放回今天, 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压力,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做官, 而是要对社会承担责任。 今天如今说的贡献, 根本就不等于厄杀自我。 第二, 不是如今思想讲求权变。 今天有方一直误解如今思想不会变通, 说他只是说人而道, 限制选择。 但事实上, 今日如今思想讲的在坚走原则的情况 都要寻求变通, 面对世界发展迅速变化万千, 青少年更加应该有应变能力。 如今主张进退有道, 才有助青少年因应环境去改变。 为什么今天有方同学, 为什么改变也是有问题呢? 为什么坚守原则也是有问题呢? 谢谢各位。 接方接变发言, 无超市无需求分, 最后由甲方接变总结。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谢谢您。 請我聽得清不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助 各位大家好 幼兒不可 掌無能有 相信大家都能夠理解當中的意思 因為作為青少年 不拿起書到不懂背重支持 不背下那種名 根據掌大後就叫不學無術 要沒有文化沒有學識 但學者從來都不應該執行於書館之上 不讀書就等於沒有前途的話 即將青少年在其他方面的 無限前任八百浪費 所以總觀全場 雙方分歧就在於 右方覺得如今物流顯現人生 更加以發揮 但如今要求修身齊家治國評企下 在青少年身上 那些理論未會過於高上 但即使退一萬步地說 就算青少年文革 又要如何確保他們做到呢? 導致提到 上得不得 是有得 下得不失得 是無得 要表現出有得行 就不決於品格低下 通常被人覺得不得行的人 才是品格高商 到底要如何令青少年 做到人意禮之 而並非單單留於形式 有方通通都不知道 而明白 儒家的傷號 並不適合青少年 而有方今天對於 而有方今天後場 都跟我們推了強壓 所以說 儒家都懂得變通 就是呢 儒家變來變去 都是他的人意禮之上 並沒有變過其他東西 來來去 都是他的中心思想 即是特別什麼呢? 人意禮之上通通都不能 由你們退化 不能讓你被人家暴 也好 你們這些素人實行靠 雖然今天不遵從人意禮之上 就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每個人跟從社會告佛走才是好 就連信從自己的內心都被人 打上消極的帽子 成為一種錯的時候 這個社會根本就容不下青少年 由方之日 儒家一定是絕對對錯 來配奪青少年的好玩 在現今社會之下 青少年的人不輸社會價值觀 份工要高薪厚色 才叫合格 不讀理科就是沒有前途 不讀神科就注定黑色 令青少年成為無感情的讀書機器 要做到儒家的黑紀復禮 為社會為父母 自己犧牲內心之道 去報答他們才是君子所為 否則就違反人意禮 一份的責任在青少年的身相 之後會成為一塊團團 成為他們的束縛 限制他們的未來 令人困在世俗的層面之中 亡滅他們自身的能力 放棄無限可能之事 亦選擇成為一個被束管四肢的木偶 香港人壓力大 是常態 大家可能都會想想 人到底是甚麼 但其實人是甚麼 根本就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我 我是誰 憑甚麼要我承擔所有的責任 為甚麼我在香港出生 為甚麼我爸爸不是李嘉誠 憑甚麼我要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其實問自己這麼多問題 都只是想自己能夠在見識的無人感之中解脫 如今今天教你是非對錯 教你處事態度 只要人人愛 只要同一標準創造社會 就能夠天下太平 所以我不存在 而感到力不從心 改變不到社會的時候 產生的落差感 令我來到現場充滿 充滿著失望 就連孔子臨終之前 都因為遵守道德 太辛苦 越來越啪一口氣的時候 現在的高尚 明明我們可以單單能夠單純追求 所以在今天這條折合面提下 與其探討 青四年到底要甚麼 不如想想我要甚麼 很簡單 就是有價值的人生 裝置有儀 知其不可奈何元朗之約令 與其望月前的高牆執業 爬過他 不如選另一條路 改變不到世俗 就改變自己 所以面對無法解決的問題 應該問自己 我想怎樣做 由自己的 由自己的內心出發 尊從自己的道 跳出世俗 肢肉 大開枷鎖 才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一條天 我都希望 社會亦能夠 頻轉這一道光 繼續使用 一致度加強 涉及少年 我就是我 我就是無限可能 多謝各位 下方接電發言無消遲 不需要扣分 比賽各一段落 本人將與評判 以及雙方合分員 稍作聯絡 處理分子問題 但為了把握時間 我們都會在三位評判 合分子之後 逐一邀請 為今場比賽 給予評語 請雙方 對賽雙方留在原位等候 在這裏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 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 先選出三位 表現罩階的辯論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 次佳一位得20 而下一位得10分 如果評判填分子 亦都可以在checkbox 和我說一聲 謝謝 亦都請評判留意WhatsApp 可能要請你們確認分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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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各方面 3 先请李俊文先生和我们吸热情愿 大家好,测试测试测试不测试? 听得清楚的 好,谢谢 首先很感谢对赛双方 我相信双方都看了很多资料 去准备今场的比赛 我会有一些 有很多心情 有非常多心情 我先讲我的思考过程 在听双方的辩稿的时候 一般比赛 我相信很多评判都会说 我今天假设自己是没什么相关的知识 进来听 哪一方说了什么资讯呢? 我们就先采讯 反方或者对方不懂得反驳 就被分其中一方 可能会用这个心态去做一个评判 但今场我觉得 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太深奥 涉及两个哲学的中派 也涉及到青少年成长 个人发展这些重要的议题 我相信 这场评判是真的要带脑入场 不可以像平时的辩论比赛 去先采讯双方的立场 所以我今场 用这个心态去做评判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有很大的失望 为什么会说这个失望呢? 其实 说到哲学的一些思想的时候 我们会有几个范畴 例如思想核心 他的道德观 他的知识论 他对社会及人类的一些提倡 或者贡献 这些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不是个个 内容都适合 或者设合 这个辩题 就要界定 就要你们双方界定 青少年成长的时候 他们需要什么范畴的知识 或者理论去帮他们 你们要界清楚青少年的需要的时候 才可以从道家和瑜伽 双方 去拿一些相关的理论 然后 放进去做对比 我相信 在立论的过程里面 已经是有一个 我叫做 不完美的情况出现 所以双方 其实是各说各话的 由头到尾 好像有交锋 但是其实交锋是一个 假的交锋 但是假的交锋 又好像很激烈 因为 双方都进入了一些 文字里的理解 一开始就做了 黎智书国 但是黎智书国是对还是错呢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会 简单点的例子 大家才明白 例如我们说 老不老 以及人之老 这里有三个老字 第一个老字是作 动词用 第二和第三个老字 是作名词用 它的意思是不同的 我相信 双方都应该 理解这一句 是怎样 但是 当同样的理论 或者同样的文字游戏 放在其他句子里 双方其实是 分辨不了的 例如 有一方其中讲到很多 无谓 道家思想讲求无谓 无谓是什么 无谓呢 是不是真的不做呢 其实 道家思想有说过 一句就是 圣人之道 唯而不争 即是你做一个管治者要做得好 你是要做事 但是就不跟市民争利益 杜家也说过 无谓 而无不谓 这才是最高的理想 这两个谓其实是不同的意思 第一个无谓是指 无违反自然 而无不谓就是 无不作为 两个谓是不同的 在这里 我看到有一方就可能会 错误理解了无谓的观念 或者双方其实都错误理解了这件事情 我这个例子 在这场辩论比赛里面 类似的情况 是充斥了全场 这件事情 其实我相信 可能双方都是中学生 双方都尽了力以自己的语文能力去理解 但是我相信在哲学的一些经典的时候 双方都可以多些去了解 到底这一句是对谁说的 例如有些句子 道家思想也好 虞家思想也好 其实我们是有对特定的人物说的 有些是可能对当权者 有些可能是对一般的平民 有些可能是对向学的青年 你搞清楚不同的句子和道理是对谁说的 对于大家的立论是很重要的 我看到很多情况 双方都是 有些句子其实是 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 他们去周游列国的时候 是劝一些当权者的 但是 你们用来劝青少年 即是孔子 老子他们明明是说 当权者你们要怎样 责任是当权者的责任 你们就说了是青少年的责任的时候 有时我又觉得 在说什么呀 为什么会说了我们青少年的 每时我自己都扮年轻 那么 整个过程 是 太多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真的会有一个难过的情况出现 再加上其实 例如 瑜伽 说瑜伽 其实有很多个过程 有很多个时代 我看到双方没有提过这些事情 例如孔子的年代 孔子是 一些先秦时代的瑜伽 例如说五轮的时候 其实孔子是要规范双方的 不只是规范青少年 他第一个就是规范当权者 规范君主 君不君臣不臣 是孔子说的 孔子说总之君主 你搞不定自己 下底的人是可以反你的 因为君主要搞定自己 其实孔子 不只是规范青少年 他也是规范上位者 这是第一个时期的一个瑜伽学说 第二个时期就是汉武帝 不知为什么 正方说汉武帝是喜欢道家 这个就是打了问号 汉武帝是霸绝伯家独尊余术 孔仲书 就将 君臣父子这些五轮 上面那部分剪掉 上面的人是不需要遵守这些规范 下面的人要遵守 才导致瑜伽 好像有一个 束缚了青少年的一种感觉 这是汉朝瑜伽 特制的一些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去到宋明显学的时候 就会更加明显 但是我相信 双方都会混淆了这些不同时期的瑜伽 去说 我相信这个变题其实是很自由的 如果你们说回 你们是遵从孔子的先秦瑜伽 其实很多瑜伽的弊端 是可以 回避了的 但是正方又没有说反方又没有提 我又不知道怎样比较 全程是充斥着这些知识上的一些 错误或者漏洞或者缺失的时候 我相信今场双方 都是 我都不知道怎样比较分 我必须要好老实说一句就是 赢了就 不要觉得自己真的在一个 辩论场上激动了对方 我想应该纯粹是 大家个人表现 可能是资料的隐用 也不要说运用了 隐用而已 或者可能是一些 说话技巧上面高低 导致了这一场的胜败 而与主线或者核心思想 是真的相对无关的 这是我的 评价 我希望双方将来 去可能学习一些哲学问题的时候 要理解一些理论 其实他们的主语 他们针对的对象 他们的时空 或者说这句对白的一些 背景是有所认知 不然就很容易就会断章取义 就会变成今天的情况 我的评语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 谢谢李酱文先生 接着我们请麦卫健老师 OK 不好意思 刚才有点问题 那个麦卫健老师 我都认同刚才评判所说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 当然我未必很 刚才各位评判 都认识 瑜伽和道家的 体系 留给了不同的意见 在于道家和瑜伽思想 我们在整个不同的阶段都会听过了解过 所以我都会有一些基本的认知 可能要去 和我可以回应的 特别我想同学都尝试引用不同的经典 去说的时候 我听的时候就好像 会断章取义 每个地方 尝试找 某一个片段去说 我想 这个要留意 刚才同学也有说 那句说话 究竟是 在一个什么处境的时候去说 可能是在什么情况下 去对知什么人说 我想大家都要注意 比如刚才同学 我会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对于现在的了解 但是假如未必很认识的时候 和我引用很多不同的经典 都不是 很短短一句 很长的文言文的内容 我可以尝试一个简单的解释 让评判明白 你究竟怎样去理解 在你的想法里面 你所理解的 瑜伽和道家 其实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可以才能够 建立到一个 我对同学 你对瑜伽和道家 理解有多清晰 这个我想就是 我面对听的时候 我面对一个困难 我未必很离好 从同学来理解 你怎样理解那个宫典 去到你怎样对 体系的了解 这个我未必听得 十分之清楚 第二步 我听这个 评论的时候 就是我要去理解 我对瑜伽和道家理解 与同学理解的 究竟有没有一些落差呢 这是我第二步 我会面对这个情况 我听的时候 我要尝试去看看 警察是否对 至少一个 都合复我 一般对瑜伽和道家的理解 第三个我面对的 这个听的时候 面对一个情况 就是 很多时候 尝试去 我想就是跨越了 一个当时的 瑜伽和道家的思想 在当时的社会应用 以至跨越到今天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青少年怎样去应用 这个思想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从何尝试去提 但是提当然 我认试有很多时候 会用到极端 就会很极端 这样尝试 无论是问对方 一些问题的时候 都尝试极端化 这些情况 我觉得会不会有时 将有一些 可能很容易 将那些思想 读入了现况 或者现况 读入了那些思想呢 有些例子 我认识 同学会 会不会扭曲了 某些的思想 来的 我认识 雙方都有 在表现 同学 对隔方 就像是 现在就等于要不断读书 这是我听到整个辩论里面 尝试去强调 但是我也会问 是否真的 瑜伽就是强调 读书呢 有不同的事情 譬如在当代 譬如现在 假如是一个 治国的思想 是不是只是 针对那些读书人才有用呢 甚至是如何 面对当时的大众 他真的要用这种思想 去管理整个社会 其实好像 未必很配合到 甚至当代 都好像不行 会不会 和我扭曲了 对现在的理解 刚才那个 评判也有举例 就是无谓 我可以听一下 无谓是否等于 什么都不做 同学也有举例 例如大家很熟悉的 排丁家劳 排丁家劳是否本来 只是说 我什么都不做 其实 又不等于 很简单 是说 《港部信徒自然之道》 所以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 好像有很多 就是 就将一些 现在我们的小东西 直接读入了经典里面 去理解 其实我觉得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都同意 刚才前面说 我听的时候 其实都不太容易 去 真是 比分同学 因为在不同的步骤 设计里面 我都未必 很理得 你信得到的 同学 大概说一些东西 同学说一些东西 跟那个思想本身 可能都未必 很协调 所以在比分上 都是 不容易的 这是我第一个 我觉得是理解 整个辩论里面的困难 第二就是 我觉得有时 慢慢变下变下 发觉 其实有些东西 的立场 未必很清楚 譬如 可能是 就着政方 说到这个 关乎于 我开了 其实你都强调一种 很出世的 一种的思想 或者 尝试去强调一种 譬如 现在年轻人 面对一个大社会 很无力 是不是 我相对 要不要那么 engage 我感觉 应该是 这个的 立场 不取低 但是慢慢面对 一个 就是 越方的挑战 其实是不是 那么出世 出世不是OK的 完全出世 不是的 其实 其实 道家 本身都有些 入世的元素 我会问 究竟你的立场 究竟是怎样 怎样才是 清晰连恰当的 处世的情况 道家有那些 入世元素 是不是都应用不到 在年轻人上 这些在立场上 其实我觉得 都会 未必很清楚 同样也有 越方的问题 比如 强调 真的有一个 清晰的方向 比年轻人 有一个 慢慢对于社会 和对于清晰 也好 但是慢慢 你又强调中庸 其实都不一定要 那么极端 我觉得 有一次立场上面 双方都好像 未必很清楚 我觉得每个思想体系 都是有些很核心的 有些很边缘的 或者 甚至同学 你理解 这个思想 其实都是一些 很核心的元素 和一些边缘的元素 在于你自己的立场里面 你如何视之为更加重要 核心 你是会更加站得稳的呢 而哪些是边缘的 你可以放弃 或者说得未必这么死 那么实 或者 用另一些方法去应对对方 我觉得会更理想的 所以我两个评语 简单说 我觉得难理解 对于听同学去理解 正常辩论 特别我怎样理解 同学怎样理解 这两个思想 我觉得未必很清楚 就是 怎样去应用 在一个年轻人上 我觉得都未必很能够 清晰地去理解得到 有些事情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在立场上面 慢慢变下变下变下 其实双方都未必很清楚 其实你自己对于 那个思想的理解 那个立场 其实都未必很实的 这是对这场辩论的理解 所以始终我的分子 都是点数 有几分成功 所以都是一些个别变位的 表达清不清楚 等等 他的分数高低 我感谢各位 谢谢内建老师 最后有请劳宗华先生 我们再来评论 Hello 大家好 Hello 评判主席 各位同学大家好 首先我要理清一件事 就是我就不像前辈和老师 对于 对于 瑜伽和道家的认识 所以正科同学 如果你说反方是 一些很极端的东西 比如说 其实瑜伽就是 只是学道德 我是会信的 然后粤科同学 你说其实 导家 思想存在是会令到社会倒退 我也是会信的 原因就是在于我实际对这两件事 认识 不是太深 所以你说什么我就会信的了 但是我想给的评语 就不是给大家对于思想 对于这两个哲学 因为我觉得 隔方的注射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 其实 隔方今天尝试营造一个 异象出来 就是说 这个社会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呢 就要透过道家 去帮助别人开解 但是其实 想一想 这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存在 譬如20世纪你都会有二战 都会有经济大萧条 这些大环境因素 你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 就是到底隔方同学你们讲的一个背景 是不是真的这么独特呢 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 所以我自己听完主辩之后 我是比较买书方的 因为书方起码讲到一些 我认为真的很独特的东西 就是譬如是这个 时代的发展变得很快 譬如是人制关系 全球化这些趋势 我也是挺独特的 但是 在执行主线方面 我只觉得隔方是较为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整场呢 其实这个战场是只有一个 就是压力 就是隔宅和压力 越方你们所说的什么全球化 什么 什么时代变得很快 是完全脱了的 所以我会说 今场是 越方被隔方牵着鼻子来走 但是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 我们看看在隔宅和压力的战场上 双方的展述 我会放在哪一边 先看压力 其实呢 大家打的主要地方都是压力的 甲方就说 基上这个道家 同学就不用只读书 其他发展奴向 越方就说 其实只是学习是不会有压力的 因为有中庸之道 瑜伽讲求 所以是不会物极必反的 但是 我觉得 基上这两个说法 我希望 甲越双方可以做多一点点 就是 不要把这些东西太理所当然 比如越方有时候 或者甲方 有时候你觉得 做多了东西 读多了书 尽力 就等于是压力大了 但是不一定的 真的不一定的 可能大家尽力打辩论 和不尽力打辩论 可能不尽力打辩论 压力是大一点的 真的不一定的 所以 希望大家在压力这方面 就不要只是咬文着字 说中庸之道 所以就不会有压力 是有多点发展对象 所以就不会有压力 所以 这个战场 我会说大家评分秋色 至于学习方面 我真的很费钱 为什么会打这个战场 因为 双方大家很极端 甲方就说 越方 瑜伽只是学道德 其实是不会学其他东西的 那越方就说 甲方 其实 道 sorry 是不是道家 道家 道家就只是不学习 是讲求无谓的 但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会打到这么极端 就是觉得 瑜伽有正学道德 然后道家就完全不学习 但是 虽然这么说 我觉得 学习这个战场 我只觉得 越方是会赢了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在冲突上来说 譬如 甲方说 越方正学道德 但是越方起码有 一些属于瑜伽思想的 就是甲物自知 来讲解一下 其实 瑜伽都是要求同学 去接触不同层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基于学习这个战场 我认为越方是赢的 但是 为什么我会说这一场 是一场 战场开得比较奇怪的比赛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大家不应该 focus在 压力 不应该focus在 这个思想上面 就是思想 咬文着智上 而是 我觉得每一个思想都必定有可取之处 是差在时代的 譬如 20世纪为什么我们会 着重这个 新自由主义 因为大家经历越异战 经济很萧条 为什么现在我们会 说反全球化 说单边主义 不是因为单边主义 比起新自由主义更加好 而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底下 我们见到新自由主义的弊端 所以 我们要求 行这个逆趋势 那么 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笔物 去讲 花那么多诚事 去讲 在瑜伽、道家来讲 这个学习是什么 这个 压力是什么 倒不如 去花多少少尚舌去形容 这个时代底下 为什么 会 引申出来 这个思想更加重要 更加适合 那么我听到 月方尝试去说这件事 月方的正义尝试说这件事 但是奈何呢 我觉得 就不是很关这个时代事 只是纯粹针对着 道家 各种无谓的思想进行批判 就不是很与时代有关 并且呢 其实他的出发点 不是在于青少年 是在于社会 是的 我的评语就是这么多 谢谢各位 谢谢劳东华先生 在公布赛果之前 首先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 最佳辩论员奖看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 月方第一副辩周梓晨 好 现在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的面题是 道家思想给 隔方道家思想给 余家思想更适合 现今香港青少年 处事应世 月方余家思想给 道家思想更适合 现今香港青少年 处事应世 由正方天主教 崇德英文书院对 反方加密派业中学 正方得票为 一票反方为两票 但是换言之赛果为一比二 由月方胜出 恭喜